国会今天辩论公路交通修正法案 内容包括加强私人出租车服务业的监管架构 提高违反公路交通安全的罚金顶线 法案也授权 陆路交通管理局发出暂停令 禁止为例的出租车司机提供载客服务 交通部第二部长黄志明在提出法案二读时指出 目前违反交通法令者 无论严重情况最高罚款总额是500元 这个顶线过去20年维持不变 在修正案下 这个总罚款金额将提高50% 或将顶线设为5000元 以较低金额为准 另外鲁莽和危险驾驶罚款也将调高 触犯者的罚款从现有的3000元提高到5000元 重犯的罚款金额也将从5000元提高到1万元 随着私人造车服务和无人驾驶科技的出现 政府也在密切关注颠覆性科技 可能会影响一些国人的生计并着手应对 随着无人驾驶科技逐步运用在更多不同的领域 政府将制定更多培训计划 协助驾驶 以驾驶为生的新加坡人掌握新技能 以便投入更高正值的工作 部长也说政府会尽力采取柔性监管方式 保障乘客安全和利益的同时 也为业界提供创新的空间 由于ハイ份的均匀 看一看